大家好,我是爱源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 1.2全角色强度提前曝光 向你要提前锁定替零 今夕输出第一 人权大幅为理奈毫无争议 明朝,1.2想要抽泽资 这些材料需事先准备 我气替代有四种 1.3新增消息来了 明朝,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了 1.1下半版本 新的限定角色长离 想必各位漂泊者 这也已经抽到手了 而下一个版本的 两位五星限定角色 也已经公布出来 众所周知 每一次出现新的限定角色 角色强度都会进行洗牌 一起来看看 1.2版本的角色排行吧 T0,第一位金兮 之前就说过 金兮的爆发伤害非常高 一口龙王吐息 打出100多万的伤害 最近几个版本 暂时没有可以替代金兮的存在 第二位为理奈 作为公厕至今 唯一的五星奶斧 又能回血 又能增伤 付出其他五星奶斧 就不会动摇 唯理奈的地位 在已知的消息中 只有1.4版本 才会出现另一位奶斧 而且还没确定 第三位向李奥 1.2版本 才会出现的角色 定位是雷属性的主C 卡卡罗的上位替代 不得不说 卡卡罗 是真的可怜 T0.5 第一位季炎 没想到季炎在1.2版本 成了T0的守门员 向李奥比季炎倍率略高 还拥有五星转拐迎铃 把季炎硬踩了下来 但是并不是说季炎不行 第二位 长黎 长黎目前来说 可以当作主C 也可以当作负C 也是拥有很高的伤害 但是比较考验游戏操作 第四位安可 常驻持的五星角色 平民抽到壁裂 强度在线 大世界体验感也非常舒服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感谢各位漂泊者观看 长黎卡池前两日的流水相对稳定 目前已经出现下滑状态 随着越来越多的二游上限 这块蛋糕明显已经不够分了 精细和长黎卡池流水还算不错 折肢能否分到这块蛋糕 还要看官方如何安排 如果玩家准备抽取折肢的话 这些材料可以提前囤了 首先就是新生 作为游戏内抽取角色的重要道具 除了活动外 基本上就需要通过充值来获取了 一点一下半能够获得的新生比较少 好在算上1.2上半的新生 基本上可拿到一个小保底 提前祝愿各位保底不歪 有关折肢的突破素材和天赋材料 已经整理出来了 背夫古中X26 流音声和X46 灯笼果X60 低频校教声和X29 中频校教声和X40 高频校教声和X52 高频校教声和X61 涡流系列各25、28、55、67个 想要抽取折肢的玩家可以提前囤材料 抽出后就可以将等级全部拉满了 另外就是武器的选择 在新生有限的情况下 主要还是以专武为主 另外代替武器也有很多 玩家可以使用多个非专武使用 就比如常驻阴杆仪依然服录 可提供共鸣效率 提升普攻伤害 或者选择迎铃专武 侧规之手 提供全属性伤害加成 提升自身攻击力 四星被选月卡武器轻阴 以及基础四星金舟守望 这样来看话 常驻球相较于选择抽取常驻角色 还是抽取武器含金量要更高一些 如果没有五星被选武器 可以先将四星代替拉起来选择使用 另外在1.3版本中 索岸人力会合建模或将有所更改 之前看到的版本可以pass了 不过设计理念应该差不了太多 索岸人可能并不是辅助奶 Bincy的可能性要更大 想要了解后续资讯 可提前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